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指新加坡年轻人自创的歌谣 它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民间自发起的一个音乐运动 也是一个深具国家族群世代的身份认同意义的文化活动 首先还是要提一下新谣 上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兴起了一股风潮 年轻一代特别是校园中的学子们 开始尝试去创作和演唱自己的歌曲 就如同当年台湾地区的年轻人提出了 唱自己的歌的口号一样 新加坡的年轻学子也在问我们的歌在哪里 他们用自己的歌声唱出了对生活的态度 也就是圣极一时的新谣 新谣这个名字的起源 或许可以追溯到南南山报主办的我们唱着的歌座谈会 那时候台湾有台湾民谣 而新加坡人应该为自己创作的歌曲灌上什么名堂呢 有一位女生抛出了新谣这个词汇 作为新加坡民谣的简称 从此锁定了新谣的命运 那一天是1982年的9月4号 新谣盛行的时候呢 凡是有新歌发表会 书成百圣楼 挤满了来自不同学校的学子和在职青年 阵容浩大 热闹无比 比起台湾民谣持些起步的新谣 是1980年代校园峰的代名词 新谣造就了吴启贤 夹着新鸟的歌手的名气 加入了刘文正属下的飞鹰小组 与方文林邱海正和一能静齐宁 虽然飞鹰小组后来各分东西 但他们合唱的一曲 源自于台湾青年救国团的评剧 传送到今天 评剧唱片的原唱者是李玉君 夏威明歌是1970年代末在台湾兴起的 一股清新的潮流 他们摆脱了双情双灵的 电影歌曲的模式 这股热潮持续到1980年代末 那时候你应该有听过《龙的传人》 送你一把泥土 《乡间小鹿》 《外婆的澎湖湾》 《童年》 《秋蝉》 《鱼唱》 《恰似你的温柔》等等 造就了一代作词作曲人与民谣歌手 夏威明谣在新加坡也掀起了一股新浪潮 弹起简单的吉他 填上轻色含蓄的歌词 年轻人聚在一起一唱一和 出发了年轻人的心声 又满足了年轻人创作的欲望 在那个台湾校园民歌影响深远的80年代初 新加坡还经历了一场由当时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锐 领军的教育大改革 从华校进入国民型学校 为仅存的少数华校和华校生画上休止符 这个年代的新谣歌手刚好是末代华校生 间接促使了学生们的自动自发 寻求自我认同 唱着新加坡年轻人创作的华语歌 多年来政府尝试通过词曲创作比赛 斗歌敬意等等来建立国民意识 但没有显著的成绩 反而是这一阵新遥风在五星插流的情况下 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非但制造了上世纪80年代快乐的回忆 也为新加坡的词曲创作人殿下往后进军 大中华圈从事音乐创作的根基 说新谣的起步青涩含蓄 是因为在那个纯真的年代 歌手凑在一起搞创作搞演唱 所采取的方式是比较随性 名利并不是首要的考量 那时候竞争意味不强 也不讲个人出位 不像现在就年幕后创作 也要找经纪人 一起步就必须根据不同唱片公司和版权等法律程序 划清界限 那时候听新谣唱新谣 是新兴学子最硬的活动之一 1983年 玉朗初级学院的地下铁合唱团 在学校礼堂举行了第一场作品发表会 全场爆满 掀起了新加坡本土音乐创作的风潮 新谣歌坛响当当的吴启贤 那时候他18岁 在玉朗初级学院念书 当时的吴启贤与黄慧珍的一首歌 邂后 为新谣注入了第一口元气 打入第三广播网 流行歌曲龙舞榜 金榜提名 26个星期 为由港台歌曲垄断的本地流行音乐市场 争了一口气 邂后的词曲优美 是黄慧珍神韵之笔 感情含蓄 如诗如画 黄慧珍跟着新谣的没落一起告别舞台 多年以后 吴启贤和闫黎明以最简单的吉他伴奏 重新录制了邂逅 后来音乐人与写作人梁文福 在学校的辩论会输了比赛 心情低落 写下了写一首歌给你 开始了他的音乐创作生涯 仁美歌田的闫黎明移首 我们这一班成为学生情人 后来他的青春一二三和月色同行 都成为了时代的金曲 1984年以卡带和黑胶唱片发行的第一张 新谣专辑明天二十一 收录了当代新谣先锋 如乌启贤 梁文福 闫黎明等的歌曲 销量五万张 轰动一时 国家初级学院 1981年主办第一届自创歌曲发表会 玉郎初级学院 包括吴启贤在内的地下帖 新加坡公益学院 有水草 三重唱 华侨初级学院 有亚运小组 都是属于新谣歌手的摇篮 唱新加坡人自己的歌 如果没有当年的新谣歌手 判赢严黎明 红绍轩等人 或许今天的巨星如顺艳之 陈杰一 徐美静 阿渡 蔡坚雅等人 必须走更长的路 回溯新谣的起源 南洋理工大学私设 南大私设功不可没 这群南洋理工大学私设的社员抱着吉他 把新生画成首首诗篇 1978年8月4号 在中华总商会展览厅上发表四月 数年后在南大文学院举办一场 四月发表会 一炮而喉 张范是南大私设的社员之一 1982年即兴创作了《传灯》这首歌 《传灯》在新加坡难以传承 却在长迪的彼岸 马来西亚的华社中广泛流传 成为了华人节庆的经典歌谣 许怀良和两个同学组成水草三重唱 是一代校园歌手的代表 1987年水草三重唱 摆脱不了文化事业的宿命 放弃校园歌手和工程师的身份 成立了海碟制作公司 全新投入唱片制作 新谣开始从简单淳朴的姿态 染上了商业色彩后 曾经引发了一场新谣变质的争论 自此新谣渐渐失去了昔日蓬勃的风采 对良文夫而言 新谣是创新精神 无论哪个年代都需要有创新的精神 而对乌企仙来说 新谣的学生味道较浓 创作动机简单单纯 想唱歌所以发表歌曲 而现在 现在的本地制作的创作动机 是想出唱片当歌手 乌企仙还说 那时候不求名利 只求跟好朋友在一起写歌 唱歌生活 我们是学校里的焦点 因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在做一件别人做不成的事 我们背着吉他 搭巴士到书城表演 年舞台也是我们自己搬出来的 然后上台唱歌 所以幕后是我们 目前也是我们 良文夫曾经说过 我们接触一首歌词来说 如果在你的心里唤起了你一些记忆 或是引起了一些情感的波澜 它一定跟你的过去的涉猎 或是阅读 或者是接触有关 而跟我有关的记忆 就是接下来这首歌 拍拍座 如果你想要更了解新耀 你不妨去找一部纪录片来看 那部纪录片是 在2015年新加坡拍摄的 我们唱着的歌 我们唱着的歌 是新加坡首部 以校园民谣为题材的纪录片 唯唯叙事了新加坡关闭华校之后 在私语的处境下 创作了自己的歌 纪录片收集了珍贵的档案资料 以一首首悦尔的歌曲 追溯七八十年代的诗悦与新尧 重温了当时短暂而靓丽的音乐篇章 以及新尧从边缘迈向主流 并走入历史的过程 说到新尧 想起新尧 就想起了一部电影 2013年的新加坡电影 我的朋友 我的同学 我爱过的一切 这部电影借新尧来 全是一个青涩老套 却又不断重复着的初恋的故事 不同地方 不同年龄层的观众 就有不同的感觉 故事以199293年为背景 已经是末代新尧的时候 这部电影是由蔡渝为指导 陈氏为陈兴奇 胡佳琪 胡佳义主演的爱情片 该片于2013年8月8日 在新加坡上映 这部电影是那一年 新加坡国庆电影 故事讲述了两个年轻人 家民喜爱新尧 也有一点音乐天分 常常抱着吉他 自堂自唱 还会作曲填词 他很实际的明白 音乐只是玩玩的 他也同校的 还有三个好朋友 那就是小胖 小老板 以及草根 当时小老板 阿盼的爸爸开的 民歌餐厅梦传 正面临倒闭的问题 于是家民意气的 免费在餐厅里租场 他们为梦想举行了 一系列的宣传活动 机缘巧合之下 家民与梅相遇 一开始他对梅不欣赏 但后来因为他美妙的嗓子 吸引了自己 后来两个人跟心系 对方开始了纯纯的恋爱 直到双方母亲阻扰 他才必须在理想和现实中 做出抉择 电影的剧情很老套 但电影卖的是情怀 电影里的歌曲很好听 演员表演也很自然 以我对新加坡人的熟悉程度 不论是演员说话的方式 演戏的方式 都是新加坡人的款 都是新加坡人的Battle 我以期待的心态 来看这部电影 其实这部电影不难看 非常的新加坡派 然后也带领大家回到了记忆中的新加坡 电影带领大家回到记忆中的大街小巷 穿梭岁中曾经拥有的旋律 很有感触 回想起那时候经历过关闭 滑校禁止方言的年代的日子 还有那种曾经心痛 少年不知愁之味的校园青春时光 1992年是什么年代 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初中 1992年总是在紧要关头卡带被卡着 然后那时候刚刚CD刚刚出现 许多学子喜欢带着随身听 也就是我们说的walkman 在大街上走来走去 那时候的手机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大 又大又笨重 价钱又贵 拿着大哥大招摇过世的 多数是被称为阿兵阿兴的名称一组 当时候许多人用的是小巧玲珑的传户机 BB生想后就找公共电话 头一毛钱可以打三分钟 电话不能打太久 不然后面排队的人会怨声士气 1992年的男生女生都曾经痴狂过 曾经青春洋溢过 曾经叛逆过 也曾经深爱过 1992年的父母也曾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留学生高人一等 父母的头也可以抬高一点 教育未必是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 但绝对是可靠的途径 1992年还没有世界公民的概念 但人口流动已经成型 奖学金得主喜欢上外国的生活 选择了当逃兵不回家 有钱的商流社会选择移民 欧洲、美国、加拿大等 讲英语的发达国家是首选 也有更多的外国人选择到新加坡安家 多数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度 当时香港面对九七的不定数 不晓得中国从英国人手中接手香港后 是否会遵守50年不变的承诺 新加坡顺应时事 几年间多了一批摆脱政府有关 方言的禁令 讲广东话的香港人到新加坡来安家 在人口大挪移中 一般生活在组屋内 打死不走的居民就多了一个草根的代号 1992年的大街上也有如潮的人群 各式各样营生的百姓穿过大街小巷 当时的新加坡到处悄悄打打 很多人竟然为失去老地标 迅速改变的市容感到沾沾自喜 而不觉得是罪过 新加坡人也很听政府的话 政府说青山启坟就青山启坟 说猜旧建筑就猜旧建筑 说关闭华校就关闭华校 说禁止方言就不讲方言 忘记了建立这座城市的街市阿省 基层劳工地摊叔叔 祖辈父辈 这种种的社会现实 竟然是当时最初窥见的人生 至于星瑶 他的生命力在于诞生于1980年代 却像旋风般的在短短十年内没落 所累积的集体回忆就好像茶 像美酒 越酒越清纯 当时星瑶把唱华语歌曲的年轻人凝聚在一起 谈谈唱唱中表达年轻人之间的关怀方式 人情味的价值绝非经济效应 或金钱物质所能表达 现在人口结构不同了 在新加坡 语言政策毁掉一代人的中文和方言 在年轻人间 吹起了一阵哈韩风 和美式强烈的节奏的歌曲 难得还有一部电影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 去记录新鸟时期的一群年轻人的生活 虽然参与的演员没有参与过那个时代 但这部电影使新鸟在互联网上掀起了短暂的热潮 台前幕后的主唱人员和演员功不可没 向缘歌曲的出发点很简单 新鸟的出发点也很简单 那是一段曾经由音符承载着成长的岁月 朴素的青春 简单纯净 无需修饰 最延时的真诚却成为新加坡珍贵的文化音乐遗产 对于无意间进入下来的国家社会的变迁 一个时代的生活情感和精神面貌 莫然回首 很感恩能够见证这个新鸟的时代 如果有一天能重逢 愿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感恩能够见证这个新鸟的声音乐